這貨過不過大俠幫解貨 大俠學習平台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阿楓 今天的就該這樣測要來幫大家體驗的是我期待很久的富士XT4 那首先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外觀的部分 然後其實我拿到手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 它比我習慣的XT2變厚了 就是它的側面厚度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度有變厚了一些 並且在整體的這個機身高度上面其實有變高一點 那這樣帶來好處其實是對於我的 抓持的手感是有提升的 就是我的握起來有比較紮實的感覺 感覺不會就是以往在握XT2的時候都會覺得 就是手指這三指的部分會有點虛 握久了會對手感來說稍微有點不舒服 那XT4以目前我用起來的這段時間就是 這部分有稍微改善一些 但是它變厚了 然後也變得比較高 我小指這個部分就比較不會好像懸空的感覺 那正面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啦 就是一樣是就是這幾個配置 按鍵的配置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頂部的部分 那它延期的就是 就是XT系列一貫的這種 用復古底片相機的這個設計 那跟以往相機不同的地方是在這個 快門的旋鈕下面呢有一個就是 靜態的影像跟 錄影的切換的這個旋鈕 就是拍照跟錄影就在這邊做一個切換 這個非常方便 對於 YouTuber 的這個行業 越來越新鮮 很多人可能想要做自媒體 所以會買相機 可能都是 變成不是只是 拍照 可能還想要有錄影的功能 那這個直接可以做切換是比較快速一點的 對於 有拍照跟錄影都有需求的人來說這個比較快 那再來右手邊這邊就有一個 曝光輔藏的旋鈕 那這個旋鈕的部分變得稍微小了一點點 這個地方 但是它的配置的位置跟之前都是差不多的 那還有一個小小的自定義的按鈕 是在改到前方這個位置 就比較靠近快門按鈕的這個地方 在按的時候是會比較 比較方便 比較省力一點點的 比較不會卡卡的 就是不會卡卡的 那這是頂部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最常會操作的就是背面的部分 那背面其實 改動最大的我覺得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看到 就是這一片 翻轉螢幕 像XT2的話 它是在這邊這個地方 去把它側先 掀起來 那就可以做 垂直的 比如說低角度拍攝 或者是高角度的拍攝 你可以這樣子去看 那 以往的橫幅是像這樣子 低角度 跟高角度 的取景 你可以這樣看 但是它不能 側翻開來 那現在XT4的設計的話呢 它就是直接 掀開來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這邊的畫面 在這個地方 在前方這裡 轉到前面來 所以你就可以 比如說自己拿著相機 或是下方架著穩定器 或是架著一個腳架 你就可以自己自拍 然後變錄影之類的 那也可以翻回來正面 來做取景 就是你在 平常拍照的時候 可以直接這樣打開來 那高角度低角度 它這個 可以旋轉的角度就很多遍 所以我覺得在翻轉螢幕上面的話 我覺得在XT4 這方面是進步蠻多的 而且 我覺得它做的蠻用心的是 這個螢幕 背蓋 你翻到 背面來 它還是有做蒙皮 就是有一種 就是 跟旁邊的蒙皮有 就是有互相呼應 它不會就是 完全給你一片平面的 塑膠感的東西 感覺好像還是有皮在上面 不過 這個摸起來 它就是 其實你 仔細摸就是塑膠 做成的啦 所以 它也不是真的皮在上面 那再來的話就是按鍵的部分 這個按鈕的行程 它變得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操作起來 的手感會比較直覺一點點 就是比較明顯有摸到按鍵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那個 AF-ON的按鍵 改到 左手邊這個位置來 然後 Q 鍵移到 右上方的位置來 就在背面的部分 好那 A-Lock 的部分 移下來到原本 Q 鍵的這個位置 然後 側方側邊的部分 連接口這邊 我們把它連接口這邊打開來 它現在 連接口的 開啟的 的 槽是變成是有兩個蓋子 可以開 那連接的 線 連接的孔有哪些呢 就是 從上往下的順序 第一個是麥克風孔 第二個的話是 遙控器 遙控器的孔 連接線是在這邊 那 這是上面的蓋子打開來之後有兩個 兩個 連接口 是這兩個 那下方的蓋子打開來之後呢 它就會有 HDMI 的 連接口 以及 Type-C 的連接口 那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就是它的原廠的盒子裡面 其實就有 附 Type-C 轉3.5mm的 這個轉接頭 所以你要接耳機 就可以在Type-C那個轉接頭上面裝耳機 然後它是這樣設計 那再來充電的部分 這次並沒有附充電座 它是給 Type-C 的那個連接線 跟一個 就是電源轉接頭 你就可以插在插座上面直接對它充電 這樣子 那可以邊充邊拍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是連接口的位置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在 右側 右側就是 也是跟 應該前幾代都是這樣設計啦 就是 右側這邊 手把這個地方打開來之後就是它的 雙卡槽的SD卡的 的位置 底部這邊的話呢 就是電池槽 那它這一代的電池呢 變得比較大顆 所以它續航力變得比較好 那 官方公佈的數據是接近600張左右啦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續航力 好 那這是它的電池底部的構造 那我們看完了外觀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 這台擁有的2610萬像素的這個感光元件的相機 它的拍照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子吧 XT4它在ISO的這個轉盤這邊呢 它新增了一個 C的這個檔位 那 在C這個檔位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 那個實質的這邊這個轉盤呢 你就可以去調整你的ISO值 那 每一次調整就是一樣是 就是0.31V的一個變化量 1 3分之1級的ISO值的變化量 那 透過這個轉盤轉的話呢 你就可以調整到拓展的ISO值 你可以拉高到 51200 這個數字 XT4它的最 最高的實體ISO的話是12800 最低的話呢 是從 160 ISO 160開始起跳 來去計算 那快門速度的話就跟之前是一樣 它有 給你一個T的檔位 你在調整的時候 就是 如果希望調整快一點的話 你就直接把快門轉盤轉到T這邊 你就可以用 拇指的轉盤來去 就是調整你的快門速度 那光圈就跟之前一樣是在鏡頭上面去調整 這都是依照以前 富士的手感去調整 在白平衡的選單裡面的話呢 這次多了 就是 自動白平衡有 白色優先 以及就是 環境優先的兩種 自動白平衡的模式 那再來的話呢 在 比較特別的是K 就是色溫的這個檔位進來之後 以往它是有固定的參數 讓你一個一個去做調整 那新型的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的 調整是 十位數字 白位數字 千位數跟萬位數字 是可以分開來調整的 它還可以透過 就是 拇指的轉盤去 轉 每次的變化是10K 是蠻細緻的一個調整量 再來的話呢 我們在用複色的相機的時候 其實 最卻選擇買複色相機的人 我想應該都是對它的 底片的模擬會很有興趣 因為喜歡它的色彩 那我們就會常常去 換不同的 這個底片模式 軟片模擬的地方 好那 軟片模擬這邊呢 它也有新增了 就是 一個叫做 Eternal Bleach Bypass 的這個色彩模式 再來是Menu裡面 它多了一些調色的 這個選項 從Menu進來之後的 IQ選單裡面 第一頁 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個 色彩漸變 特效藍色 那透過這個 選單裡面 調整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 它所拍攝的 藍色的 物體的 顏色會變得不一樣 那這個你其實就是 在調整的時候 可以直接看 那個照片的顏色 就可以看得出變化了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個東西 是色調曲線 以往在 就是像XT2的話 它是有一個什麼 明亮部色調 跟陰暗部色調 那它是只有用數據去 顯示 就是它所調整的 這個參數 這樣子 就是0 1234 然後 負1負2 這樣子 那有時候在調的時候 跟我們對曝光的這個 認知會不一樣 就是你可能覺得 加1會變 亮 那可是在陰暗的 陰影的那個位置 加1其實是變深的 跟我們平常知道的那個 加是變亮 這個概念會有點顛倒 那新的XT4的這個部分呢 就變成是色調曲線 所以它就很明顯的跟你講說 你數值往上往下調的時候 那個曲線會跟著往上往下去變動 那你就會比較明瞭說 這在調的時候是針對畫面的哪一個 色調在變 然後 它的變化的亮暗是 長什麼樣子 這個就比較容易判斷了 再來的話就還有一個清晰度的這個 選單可以去調整畫面的清晰度 這也是一個 比較新的東西 那也是這個樣子 那當我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我感覺最明顯的就是 就是這個按快門的時候的快門聲音 覺得變得小聲很多 大家可以聽聽看 這是XT4的快門聲 然後呢 這個是XT2的快門聲 對 兩個聲音比起來的話呢 是 蠻大的一個差別 那 常常我在拍攝的時候 被攝者會不知道我已經有拍照了 那這是快門聲的部分 它變得很輕 然後很小聲 這樣子 那 連拍的速度的話呢 基本上 如果你是使用電子前連的時候 它可以提供你最高到 每秒15張 那機械快門的狀況之下呢 大概是每秒10張左右 所以你追求的是比較高的連拍速度的話 你可以開電子前連 這個功能 讓你的連拍速度快一點 那如果你是 直接用電子快門的話呢 它 可以更快 可以到每秒20張30張都有可能 如果你是使用 電子快門的話呢 電子快門它的 每秒20張的部分 它是不會有裁切的 那 有幾個部分 是會有1.25倍的裁切 這個 大家在選單裡面 其實都可以看到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防手震的部分 XT4它新增了 就是 機身的防手震 那並且它可以 最高到6.5級的防震 那這對於在夜拍 或是拿手持 就是 長焦的鏡頭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幫助 那這一次呢 XT4它在錄影的部分呢 有支援到4K的60格 而且我覺得很方便的是就是 它的錄影的 設定的選單 就是Menu的部分 跟拍照的選單 是有 不一樣 獨立出來的 所以你轉到拍照是 一個選單 那轉到錄影 進Menu之後又是另外一個選單 那這樣的好處是 如果像 有在錄影也有在拍照的人 它其實拍照跟錄影的 設定可以是不一樣的 那也會比較直覺一點點 就是錄影的時候 進來的選單 直接是錄影的 拍照的時候就是直接進拍照的選單 那這個設定的話會 比較直覺 然後比較 客製化一點點 我覺得這點是做的蠻不錯的 那我們大概介紹完了它的 就是一些特色之後呢 接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使用到目前為止的一些 個人心得的一些優點跟一些缺點的分享 那第一個優點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它的就是風格檔 那它的軟片模擬呢 其實給了很多種不同的 底片的模擬的 的顏色 那它的黑白模式其實還多了 就是可以調 色偏的部分 不是拍純黑白的 可以偏 黃色綠色 甚至藍色紫色 其他都可以做色偏 而且 幅度還蠻大的 那第二個優點的話 就是它的手感變得很紮實 因為它的機身變厚 然後變得比較高一點點 那 當然這也有 就是反面的缺點 就是它會變重一些 不過我覺得 就是重也是重幾克而已啦 雖然 拿起來是有點感覺 可是 我覺得 在使用上 反而因為它變厚變紮實 握起來的感覺 它就 比較不會讓我手 變累 所以我覺得反而這點對我來說是比較好的一點 那第三個優點的話就是 相比於 之前幾代它的對焦速度變得更快 變得更準確 那尤其是在人臉辨識的這部分有蠻大的一個進步 那所以我覺得用起來的話呢 我就可以拍一些動態的東西 可以騎model邊動然後我就邊捕捉 那加上它的連拍速度 就是蠻快的 所以 就是可以補助到一些蠻自然的神情 這是我覺得另外一個 在拍攝上面的優點 那第四個的話呢 是它的新的翻轉螢幕 讓我覺得很喜歡 還可以翻到 另外一面 有時候 在示範的時候可能 因為角度上面限制我可能 自己拿著要看 同學要看 有時候我有反光 那有翻轉螢幕 我就是翻過來 轉到一個他們觀看 比較方便的角度 那這個對於我教學上面來說 其實是 蠻方便的一個部分 就是它的翻轉螢幕 角度更多變 第五個的話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是可以監聽的 它是可以在Type-C的接口這邊 再接一個3.5mm的轉接頭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監聽 所以 就是我比較能夠確定我到底有沒有錄到聲音 然後聲音是什麼樣子的 這個是 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東西 那它這一代有加進來 還OK 蠻不錯的 好 好那再來分享一下使用它到現在為止的感覺的缺點 那第一個缺點的部分呢 是白平衡的 那個色溫調整的部分 那它的這一代色溫呢 變成是你可以 從十位數白位數千位數 到萬 都可以調整 那我覺得太細了 因為我在設定色溫的時候 有點要花很多時間在調那個數字上面 它是 上下這樣子去調那個數字 我覺得會花蠻多時間在調整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其實我拿到剛開始開箱拿到相機 在看到 驅動轉盤的時候 我看到HDR 其實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一直以來 複色相機 好像就沒有做HDR 可是它在 這一代上面呢 有了HDR 可是呢 我測試過後 卻發現 這HDR 好像開了跟沒開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所以我覺得 這個目前我還不知道 這個HDR到底 它的效果是不是 我習慣的那個HDR效果 如果你知道 這個HDR 就是要什麼條件之下 才能夠正確的 觸發 讓它 兩岸部都有反差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留言在下面 讓我知道一下 這是我覺得它不方便的地方 那 在第三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有說到 就是關於監聽的部分 它可以接 Type-C的轉接監聽 這沒錯 這的確是一個進步 可是 如果說我要邊拍 邊充電 我又要監聽的話 那這個Type-C的接口 就沒辦法 邊拍 邊就是 我要邊監聽 又要邊充電 這個就變成 好像 不太有可能 因為它只有一個洞而已 所以如果啦 我覺得它如果是 直接獨立做一個 3.5 的孔 我覺得我會更喜歡 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缺點 那再來的話 第四個部分 就是 它買來的相機呢 沒有附充電座 因為它是直接用這邊來充電 就是機身充電 它沒有附充電座 那如果你只有一顆電池 那當然這樣子 是OK 可是如果 像我們可能隔天又要馬上又要另外的工作 你可能 兩顆電池都沒電了 那你機身這邊充一顆另外一顆電池就要等 這邊充完才能充 那我覺得就 效率來說有點差 變我還要另外再去買一個充電座 像對我來說我一定是再去買一顆電池 買一顆充電座 這樣子對我來講才是比較方便的做法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另外一個缺點 好那我們今天的體驗呢 就到這邊了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然後聯絡我們 讓我們知道 那大家 對於今天體驗的這個XT4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或者說你有想看阿楓幫大家體驗什麼樣子的相機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今天體驗到這邊 拜拜